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进行首次场地适应训练的时候 作为中国拼鞋主席的刘国梁 在场边观战时说道 大家看到五环标志 就感受到了奥运会的比赛节奏 很熟悉 这一次刘国梁的身份是中国拼鞋主席 但他还曾是中国乒乓球史上第一位 即奥运会世拼赛世界杯冠军于一身的 大满贯得主 2016年李约奥运会上中国队夺冠之后 刘国梁非常的兴奋 很多人都注意到 他亲吻了戴在项链上的那枚戒指 这个举动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因为早在2008年奥运会时 中国队夺得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的时候 他也曾经这么做过 这部看起来仍然是激动人心 但是我们注意到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画面当中 刘国梁有一个 亲吻一个吊坠的这么一个动作 我相信不光我们 看过奥运会的很多观众朋友 都希望在这一时刻 知道你为什么 新闻这个调出这是什么意义的东西呢 这其实是一个戒指 是我们两个结婚的戒指 因为当天我们8月18号夺得男团冠军的时候 这个日子也非常特殊 正好8月18号是我跟王锦结婚两周年金钱日 所以当时定这个日子的时候 都不知道当时是奥运会男团决赛 只是感觉这个日子不错 是由我师父蔡振华给定的这个日子 所以两年之后正好赶上 一擦时间到奥运会了 一擦8月18号 正好是男团决赛 所以他就让我把戒指戴上 我又不喜欢戴戒指 他说那我干脆给你买个项链 你自己戴挂脖子上 我说那可以 所以正好也是有特殊的意义 在这一天里 觉得这个胜利 好像这其中也有一定的保佑的成分 希望能给他带来好运吧 王锦你当时在哪了 我当时在最上面那开坛上看 你那么老远能看清他的动作 我看的不是很轻 但是感觉到 然后就收到很多朋友的就是短信 说他那是干嘛呢 没有 我的朋友都在看那个电视嘛 他们反而看得清楚 对他们看得特别清楚 就给我发短信 一个就是说 哎呀 王锦你太幸福了 有的时候 王锦你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王锦想和老公干嘛呢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说他在赛场上 就是亲吻子结婚戒指 等于纪念我们两周年 然后正好我从奥运会赛场 回家的时候 正好有个重播 然后当时就盯上大屏幕 使劲看 当时呢我这个 一个手亲着戒指 一个手指 其实我不知道他做哪儿 我就乱指 这一圈里边 头几排下头的 估计不好意思把票给他 是吧 估计在后头过着 哎呦 那你当时是不是觉得自己 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呢 嗯 是 这个画面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 磕在脑子里很深 当然的确挺感动的 是吗 哭了吗 嗯 因为得了奥运会冠军 他们他国梁带队嘛 然后拿了第一个这个团体冠军 又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所以那个这个也已经足够 让我感动掉泪了 然后再加上就是 没有想到他有这份心意 然后 没想到 没想到 所以也挺感动的 你对他这么不了解 不是 很了解 但是这个我觉得是 好像在国梁的性格里面 我觉得一般他很少 就是在 没有 真是没有想到 在这种特这么大的场地上面 然后来纪念我们这个节日 我觉得很感动 也很高兴 你觉得他平时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吗 我觉得在 他是一个外向人 挺外向的 对 但是他对于这种 我觉得他在中国运动员 在运动员当中 他在这方面还是 还是非常有特点 今天是打瓶瓶球的 你们二位是 是在哪认识的呢 我认识他更早 那个时候就 小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看大队员比赛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属于这种 那会儿你就看上他了 没有 那会儿是 他打得比较好 然后比较喜欢看他打球 就有时候他跟我们梁文队 比我大 大的运动员 在一起打比赛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看比赛 但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去参加比赛的 只是学习 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 就是刘国良 我就认识他了 但是那个时候 并没有就是交流过 交谈过 只是看过他 也是某种意义上的 就是虽然也是同一个专业 但是你还是他的粉丝那意思 对对对 是现在也是 我一直是他粉丝 忠实的 有机会跟他就是走得这么近 进了同一个队 那一定是很愉快的事吧 当时我们是已经进入国家一队了 他们是二队 他刚进二队 当时出操的时间其实差不多 都是相差个三五分钟 在楼下排队 所以他们先 他们是先出操 先集合 我们可能差个三五分钟 我们就在那等着排队的时候 当时他还有一个聊天队的 两个人一起刚进队 是吧 就特别奇怪 早上我们一般七点钟排队出操 一集合说一看 在队伍里边怎么来两个大口罩 所有人这种排队里边 他俩戴个口罩 因为从东北过来 东北那边冷 可能戴口罩很正常 但是在北京 你想想 基本上 不可能 除了这个非典的时候 那会戴口罩 就像这个 引起了我们的这个注意 一看这女孩 戴口罩是有什么问题 这倒是个引起人注意的好办法 但是这样就算引起了注意 也看不清是谁 下次看见还是不认识 没有 后来教练就在让我们两个 让我们两个把口罩摘下来了 等于这是第一次见面 留下了这个深刻的印象 应该是吧 是吧 那这个后来的接触 不能全靠口罩的事 还得有进一步的接触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三楼吧 在三楼有个运动员之家 然后就是有下棋 可以下棋 可以看录像 然后还有什么 卡拉OK 卡拉OK什么这些 然后我们就运动员就是 练完之后 就可以到运动员之家去 上面去就是玩一会 外部的这么多运动员 都是卖罢了 然后我们就下午 有的那个时候 就是大家认识嘛 然后就是就下午子棋 不光是我们两个 还有我的队友 还有他的队友 然后就大家在一起下 然后我呢 谁都下不过 就老能赢他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没有 当时我还觉得挺高兴的 然后他呢 谁都能下得过 他老让给我 那个时期就是让给我 老下不过你 对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 他老下不过我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 你还很奇怪 这个人真笨 跟我最好的一朋友 还跟我说呢 他现在得过打球 然后他还跟我说 他一头我发现你 挺质流量 怎么你一跟他下就赢 我们怎么谁跟他下 都赢不了 当时 当时还挺高兴 觉得我能赢 最厉害的高手 其实呢 当时下棋 他水平特别差 他属于初学阶段 就死活都看不出来呢 对 死活看不出来 很多棋 我都已经赢了 就没法再下了 已经 他还高兴 已经播四了 他还在那赌呢 我一看他赌吧 那我就去反击赌他 那这部棋就像搁着 就像废了 反正就一直这么走 我说为什么下到三分之二 他也赢不了 反正我呢 能赢 他也看不出来 你能赢他 没看不出来 对他也看不出来 而且很认真 一直下到三分之二的 当时还有一个队友 跟我在一起 他看出来了 最后 那个哥们也挺幽默的 把隔壁那棋盘 拿过来 啪一落 不 这边不够了 再往这边 他还不明白了 一直到最后 他还在跟人说 我发现我下棋 他觉得下棋 就能赢我 我一跟别人下的时候 我就正常下 正常下老赢人家 所以人家一说给我 就是叫他 对 但是我觉得我特美 所以我觉得我能赢最厉害 那你这还没觉出点 有点奇怪吗 对 就是有的时候就练完嘛 练完因为我们 就像他说 我们不在 虽然在一个楼里面训练 但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城 不是在一个城训练 我们二队的训练时间 就比他们一队时间长 然后呢 就是从训练管 练完之后要 就是有一段路 要走到食堂吃饭 是 所以就每次 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感觉 练完老能碰见他 然后可以跟他一起走这段路 你没觉得你训练时间 比他长还老能碰着 你觉得很奇怪吗 那时候他老加班补课 他老觉得我特刻苦 对 我看他是够刻苦的 后来他这个成绩长那么快 跟你这个老憋你 这事还能有关系 觉得他的成功 他的成功留你一份 而且呢 这个到最后吃饭 肯定我和一个男队员 跟我在一起 他和一个女队员在一起 那很容易 到最后走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就剩我们几个人了 而且有时候 一晚了之后 当时食堂 他到时候关门的 那俩人我想问一下 你的那个男朋友 他的那个女朋友 这俩人不觉得 自个儿挺像电灯泡的吗 没觉得 没觉得 结果你们俩老在一块了 后来他们俩好了没有 没好 他俩没好 训练完一旦晚了之后 食堂有时候老没饭 要不然就剩一些剩饭 所以有时候师傅 也着急下班 所以当时呢 有一次就比较晚了 去那之后 人基本都关门了 他关门了之后 正好我说 那正好没吃饭了 大家一块去吃饭吧 请出去吃饭了 请出去吃饭了 又正好 你看他不 时间安排都在等 是不是他跟你提出来的 还是 还是你把这事明确了呢 好像也没有 就 就老在一起 就是老是有那么多偶然 老是有那么多正好 这就习惯了 就习惯了 然后就在一起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迷迷糊糊就发现 对方在自己的怀里了 据我所知 像你们这种搞法 自己以为很隐秘 旁人早都看出来了 你们都队里的队友 或者教练什么 没跟你们提 或者是 说你们俩最近 好像关系不错呀 队友肯定 很多跟我不错的朋友 都没发现了 他们基本人家 也能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不是问你吗 人不起哄吗 你总得有个交代呀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 还得需要他们帮助呢 还是 当时不像现在这么先进了 大家都有手机 那会儿没手机 就一个这种分机 我们住四楼 他们住六楼 整个乒乓球队 他就一个电话 那就约五楼见面吧 只有一个这种公共电话 所以有的时候呢 想约他的时候 你没办法 我又不能上六楼 上六楼的话 教练就明显 比较能发现吗 就发现了 他到四楼也比较明显 但他到四楼接电话可以 电话放在四楼 那会儿的时候我就老叫 假装叫他电话 对 而且我不亲自去 叫我们的这个队员 跟我不错的哥们 让他上去叫 站在走廊里 一般是孔灵辉吧 不是 一般是王菲 张勇 比较多 都是我们这一波的 站在这个走廊里 王景音电话 王景音出来一看 是他们就知道 就这边不是电话 别人的话 秘密活动是这么高的 他是地下工作者 那就算这么高 那队里也是不让 对不对 实际上在一起 在的时间也很短 很少 也就两三个月 三个月时间 东训的时候三个月时间 从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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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到后来慢慢 这个有时候 也就最多 比如训练完了 一起走一走 一块吃个饭 有时候到这个 运动员之家 下下棋 聊聊天 但是他当时也有个习惯 他好像只有星期三 星期六去 对 他是三六去 一星期只去两次 我呢是每天去 反正每天也没事 嘎嘎嘎那玩 后来知道他 这个三六去 知道他的这个 出没的规律 对 还有一次 加上风花课 对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 上风花课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老帮就是那个 就是喊我电话的 你怎么把你电话那些 他的朋友 也说我们队友 有时候帮他们写作业啊 什么 什么 敲笔记啊 就一般我就做这些事情 他们作业是你写的 对 他们有时候懒得写作业 有时候我就帮他们写作业什么的 我记得那次 他还跟我有点这个 有点急了 对 生气 当时因为上风花课嘛 我们还有体操队啊 还有几个队 这个都在一起 这个上 上呢 我跟孔灵辉 还有我们几个 相对就 比较喜欢开玩笑了 我还说上课呢 人家上语文数学 他在那看英语 我还说上数学课 你怎么能看英语呢 我把书给没收了 哎呦 你跟语感这么强 我给他没收了 没收了之后吧 我自己在那翻 我这看看 这看什么呢 我一看 老师看到了 老师说流浪看什么呢 我说看英语书呢 交上来 交上来 我给放 老师给没收了 跟我急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 那时候我记得 我是星期天休息 唯一一天休息 然后跑到那个 王虎景书店 去买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跟他还没好呢 只是认识 就是打招呼 那个阶段 然后他凭什么没收你的书 对呀 然后他还把 要他 关键是他拿走了 我认为 我还能要回来 结果呢 他拿走 让老师给没收了 我就要不回来了 所以就跟他生气了 给我生气了 是掉眼泪了 还是什么呢 好像 没有 我跟他说 对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 后来我跟王妃 不管想什么办法 你得把这本书给我要回来 他反正掉眼泪了 说这个书 这个星期天去跑出去买的 完了之后还没看的 刚开始学 你给弄走了 给拿走了 完了就让老师给没收了 还得让人捣过 后来我跟王妃说 那怎么办 王妃说这样 咱俩先出去买点吃的 买点吃的 给他拿点零食 往那一放 这零食跟英语书能一样吗 这个 英语单字没有了 吃点东西嘛 我说 那个书呢 我肯定给你要回来 后来呢 我就找老师 我跟老师就有聊 跟老师做了半天思想工作 你给老师做思想工作 我跟老师保证 我说下次我肯定好好学习 不再看英语书了 你看英语书也得算好好学习 对呀 你得说我得好好学习 你这门课 你再好好学习英语 还是不行 后来他真把书要回来了 然后从那次开始 我就特相信 没有 特相信他 我觉得他 他什么都行 对 他说的话算数 在运动队的时候 你们要想约个会 就是好了以后 有意的要想约个会 见个面怎么办呢 那就是 只有到周末的时候 只有到周末 星期天 出去 完之后我们就说嘛 星期天的时候 一般到星期六左右 是吧 就让这个王菲 张勇 他们这个上去 来喊一下他电话 行 这回这这俩人的名字 我们观众才记住了 约一下 约说好了 明天这个中午12点 到哪儿哪儿 分头去 分头 一块到那个地方之后 再见面 对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他先走 走10分钟 15分钟左右 对 然后我再走 你工作做得真是不错 因为在队里不可能 两个人就是老是这样 保命工作做得再好 也不可能 对 迟早 穿帮露相 1992年 16岁的王锦 刚进国庆队不久 便和刘国梁成为了 很好的朋友 多年的感情生活 王锦一直在为刘国梁牺牲奉献着 根据国拼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队员特别是主力队员中 有人谈恋爱 那么这两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必须要离开国家队 王锦选择了放弃 他离开了国家队 去日本打球 他用这种方式 既保证了刘国梁的位置 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爱情 老是这样的话 对双方肯定都不合适 一般都是我约他 所以那次他约我 约到龙滩湖 后边那个公园那边 反正他就跟我说这事 他这个想去日本 想去日本打打球 这样呢 可能两人分开一段 也不影响我的这个训练 因为当时我就非常有前途的 还是这个国家队重点培养的对象 所以当时他就说 这样呢可能也不影响我这边 他那边呢 打几年之后 回来大家都大了之后 可能对这种关系 可能更好一些 是考虑得很全面嘛 一个小功能 是吧 不可能就是说 在队里谈恋爱 如果要是教练知道了 肯定是把这种 没有前途的发回省 那肯定就是我了 不可能是他 你这个 去日本 相当于 你在这个乒乓球上面 说说 他进入一队啊 成为主力啊 拿世界冠军啊 奥运金牌 这些梦想 就等于自己 已经明白是画上句号了 是 想到了 你原来没有想到 自己有可能也像他一样 勇攀高峰呢 想到那也是我小的时候梦想啊 但是我想 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勇攀高峰就够了 这已经是你们家了 哎呀 对呀 不太多了 哎呀 你没有想到 有可能不成功吗 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一走 尤其你们俩 当时也没有说 相处了特别长时间 感情已经肯定稳固的 是吧 嗯 而且天下哪有 就老那么稳固的事 是吧 这个 是有点悬好这个举动 当时就想说 能够给他更大的空间 你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是觉得就选择不错的 还说哎 怎么咱俩刚刚好就要走啊 其实当时呢 那个年代 呃 对乒乓球运动员来说 男的若能去德国打球 女的若能去日本打球 是不错的 那就是说 最高水平的联赛了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了 而且说实话呢 从他打球的这种 天赋 要打成 但是他认为 像个别人这么优秀的同意 还是有很难 这个别人是谁 对 但是他认为 我认为是如果我要能出去呢 我们两个这个感情会走得更远 如果是都在国内的话 教练一制止或者一知道 就完了 对 就不可能再 你找到感情外面出发 对 我就想知道 为你设计了前途和打法的父亲 对你这决定 或者这想法 是怎么说 我们来采访一下您的父亲 回忆起来 他可能和国梁商量 当时我女儿采取这个 是牺牲了自己 是给国梁的 不影响国梁 给他样的路 现在就他们那一代人 就是我女儿做的这个牺牲 当时跟我提出来 要上日本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他两个在搞得像 在有这种恋爱关系 是这个 但是我就分析了 虽然是 我也希望他打冠军 但作为当时 他的条件 在国家队 青年队的位置 跟我们中国英才太多了 所以要是打上去 也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 尽管我也很希望 他能打得非常好 那么 他球也是不错 要不也不会显到国家队去 那么 也不错 但是 我也当交代这么多年 几十年了 但是上去也确实有难度 所以后来 他既然有这个心愿想走就走 那当您知道 他这个其实 离开这个 中国去日本打球 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跟刘国梁 好了这个时候 那是 那时候您的想法呢 那时候想法 就觉得 反正他会打 他能找个冠军 也算 安慰我了 是吧 特别是最后 他跟刘国梁结婚 能嫁给刘国梁 我也是非常满意和高兴 是吧 因为我们两代 两代人就奋斗这个 这个 是不是 尽管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 但是最终 我们家 来了一个世界冠军 我 我平了你吧 真是 我们俩 刚开始好的时候 当时他就跟我聊过天 说他父亲 原来最大的梦想 就打世界冠军 当时跟张志栋 徐医生他们一个年代 当时他打不过人家 没打世界冠军 是吧 但我父亲也是108将里面 其中的一将 是 后来呢 就说他父亲 想把这个心愿 让他来完成 让他打世界冠军 他说 我这一要去日本 说我这 我爸的心愿 肯定也没戏了 我当时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打 你打世界冠军 本身就有风险 我说你找个世界冠军 我肯定打世界冠军 是不是 我说你就说 回去跟你爸说 你找一个世界冠军 反正就是咱们有个世界冠军 你呢 这个 要哪天不高兴了 给他两下不 就叫打世界冠军 哎呀 这说是说啊 这真去了日本 跟自己原来想的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 就是一句话不会说 就是一 根本就不会就是 对日本这个概念啊 还有什么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特别小 然后你怎么打呢 然后就 也有教练呢 教练中间也很站停下来 跟你说 就打了一个好球 他们叫NASBO 一个没有没打上 巴卡 那倒没有 但那个时候 我到日本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那时候感觉特别苦 那时候我还要上班呢 我还 那时候我在双下电弓 我上午要从8点到3点要上班 然后休息一个小时 4点到7点 或者是到8点是训练 这么个玩法啊 对那时候感觉 不不不不是全专业的 不是不是 那时候我在日本 跟我们这讲话 还不是全脱产干嘛 然后我住呢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监督 其实现在想象 它对我挺好的 当时我住的时候 监督就是觉得 我要是跟一个中国人 在一起住呢 他觉得我的语言会很慢 才能够学会 对然后他特意给我安排一个 跟一个日本的队员住在一起 这日本队员会不会点中文呢 一句也不会 这要是一句都不会的话 这个进步也快不了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在那说些什么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 就是基本上就靠那个比划 就是刚开始就靠比划 然后我 两个哑巴 然后我觉得最逗的是 就是当时我们日本 它那个宿舍叫辽 辽里面有一个妈妈 就是专门是管我们生活的 她刚生了个小孩 就两岁也不是三岁 妈妈生了小孩 对这个小孩 你妹妹了 没有这个小孩 刚开始学说话 那时候我跟他在一起学 我觉得还学得挺快的 多亲眼 这英文大看 第一天能说什么呀他 就上班的时候 也谁也说不懂 或者谁也看不懂 就是不知道 就自己那种 就好像就自然而然一点点 就这么学会了 一天学都没上 其实这样是给逼出来了 是 在外边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 哭过吗 哭过 那时候感觉天 几乎隔山岔五就哭 因为我们在公司上班吧 就隔山岔五的三连修 五连修 他们那就是休息的特别特别多 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不愿意 超丽陌 特别不愿意休息 一到三连修五连修的时候 就特别的不高兴 宁愿干活 对宁愿意训练上班 起码还有个人 因为他们日本人就是 比方说一三连修五连修 他们就会有的时候 跟男朋友约会啦 出见了 对 或者是回家啦 然后就整个聊里面就自己 然后就觉得特别孤单 特别没意思 然后那个时候就 租录像带 那时候我们 我们那个城市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它叫什么 也不叫录像厅 就专门是租带子的 那时候可以租中国的 联系剧 那时候就三 就是 就是 假如三天 三连修就看 在屋里看三天的联系剧 是吧 能做到我爱我家吗 没有 然后天天就给他打电话 天天打电话 几乎对 天天我们俩都通电话 国际长途 然后他有时候都我开心 你在这日本企业 你一月挣多少钱 一个月挣二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左右 那是 三十多万 因为那是不是 智月 智月啊 说清楚点 你打回大提 我以为挣的是美子呢 感觉挣的是日子 那没多少钱 但那个时候 对于我们来讲 那时候我觉得 我听说在日本 打电话还贵是呢 对 那个时候是打磁卡嘛 一千元一张面值的磁卡 那您这二三十万 不很快就打没了吗 几乎好像 因为我们那时候 就是运动队 那时候就是 可以在寮里面吃 然后呢 一般好像在那边 没有什么消费 几乎挣的钱都 都打电话 都打电话了 对 全支持日本的电信事业了 他也支持中国电信 他也给我打 要不要中国电信 发展这么快 你回国探亲的时候 想着 哎 要见到他了 你心情很激动吗 对 是很激动 一般头一天 晚上都睡不着觉 真的 高兴 兴奋 终于可以回国了 不不不 不那么简单 不是光那个 想到看见老父亲 就激动的一夜睡着 看样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回来 其实跟他在 我在日本 即使回来 回国 可能也跟他 也就见几天 就算多了 他这会儿见 也就是我训练完之后 还得悄悄的是吧 对啊 他在外边住 不是说教练 都知道刘国阳 女朋友在日本 什么的 也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有女朋友这事 也可能 也可能会知道 你看 也可能会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教练知道 不知道 1996年对于刘国梁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在那年的亚特兰达奥运会上 这个采取直拍横打技术的队员 获得了男子双打和单打双料冠军 他在国际拼联的排名榜上 一下子跃居首位 刘国梁迎来了自己巅峰的时代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在最初的报名阶段 刘国梁很担心自己 能不能有这个参赛的名额 毕竟当时的国家队 人才济济竞争激烈 没有 当时我印象中 那个时候就是等这个奥运这个名单 特别漫长 就感觉那段日子就感觉等啊 总也是不报名啊 总也不报名 他当时是跟丁松争一个名额 他俩就是争一个名额 然后当时那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 就是天天就感觉 能不能报上就比较担心 然后一直在等这个消息 当你知道自己入选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高兴 对啊 当时感觉自己入选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就像这个拿了冠军 没有什么这种太大的这个区别 就感觉算第一步 当时这个入选不入选 奥运会参加不参加 对一个运动员来说 其实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四年一届 你运动员的这个最好的巅峰期 一般来说六到八年 一般来说 这个最好的时期 我指的 能参加两届奥运会就很难了 所以你现在个别的 能参加三届以上奥运会的这些队员 都非常非常这种了不起不容易 因为他保持12年的这种 这个巅峰状态 对 所以当时这个96年 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所以能够报上之后 我当时觉得对自己就是最大的肯定 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有一天反正 几号我记不住 它是好像是公布 要公布这个名单 当时我在日本 然后我就守在那个电话机旁边 我就在这等 我又怕这个电话响 又想让这电话马上响 然后后来还好 我觉得后来晚上他们公布完名单之后 他打电话来 然后就是说报上了 就是给我这机会 我就换一个奇迹 给刘国梁一个机会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刘国梁有那么年轻的事 老板那个赢了以后 你就是等于世锦赛 世界杯 奥运会 这是按照这个赛事来说 然后从品种上说 团体 团体 单打 混双 双打 双打 奥运会的双打 世界杯的团体 所以当时是拿八个 八个奖吗 真好是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就传来了一个 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个兴奋剂事件 在我就是这场赢完马林之后 这场的这个尿检当中 他说检查你A屏里面 这个表稿超标 他当时说表稿超标 这个意义呢 就是说 它不属于兴奋剂类的 但是属于 人家怀疑你 这个是又使用了掩盖剂 这属于这个掩盖剂 后来我才这个知道 当时就说这个 说你现在就是 两个选择好像 一个是 检查不检查弊评 如果说检查弊评 还是这样的话 你就那个 就判你这种兴奋剂 所以当时一说 我脑子就嗡进一下 就乱了 后面我就其实怎么 怎么说完呢 我怎么出去了 我都不知道 这个也真奇了怪了 我只在田径 或者其他的那种项目当中 听说过兴奋剂事件 乒乓球 这我还真是逃不回听说 对啊 我们也是头一回听说 我们当时听说这个 都在底下议论 因为乒乓球是一个 可以说在各种球的一句 当中最需要人反应速度 或者说反应敏捷的 这样一种 而使用兴奋剂 只能提高这个人的体力 或者是 这个训练时间的 或者 按说吃了兴奋剂 说白了 对于打平板球 没好处 所以人家当时检测 他这个结果 他也感觉 你这个不应该 你除非有毛病吗 你什么都不增加 你就内分泌 这个增加里边 提高了 这个生的 对你人身体里边 没有任何的这种帮助 所以当时呢 他们也是 让我们找原因 要正常来说 他直接就给你判了 直接就判你兴奋剂 你连说都没得说 当时这个 就给了三个月时间 让你去找原因 看看 说清楚 去检查 当时就说是 飞行检查 他在一个月里边 突检一下 对 三个月里边 他大概检查你三次 飞行检查 飞行检查 他这样 他当时检查呢 就是说 三次里边 如果说你都保持 跟这次 8月8号这个尿剂 一样高 那没事 那就算你没事 为什么说你内分泌 自然就形成了 你就一直是这样 如果说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当时我就拼命回忆 我当天怎么去准备的 干什么了 吃什么了 怎么去弄了 7号打完比赛之后 8号那场 因为跟马琳打 我想拿大满罐 就特别紧张的时候 特别紧张的时候 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第二天比赛 你肯定一般 睡不着觉 睡得都比较晚 三点多 四点钟才睡 但当时人比较紧张 兴奋的时候 大赛一般都睡三四个小时 大概七八点钟 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 就准备去比赛了 所以当时因为前面 这种一直熬的 这种比较长时间 打最后一天 才是南丹决赛 就比较累的情况下 后来打完比赛 因为这场球 我看了也是我最紧张 最激动的一场 当时人的这种精神状态 也是最激动的一场 后来我就尝试 从晚上三点半四点睡 七点钟起床训练 训练完之后 我去尿检 这种情况的时候 表稿都高 你还自己找着规律 你得摸规律 为什么他要飞行检查 你这三次里边 你得这个一样 那也很难 而且后边还有一个规律 他就是必须得什么 他睡一觉起来 做高度这种大强度 密度训练完之后 第一次 第一泡尿才可以 根本高 如果说你起床之后 你先上厕所 再去训练 再喝完水 或者说你训练之后喝水 又乱了 正常完之后又不行了 他就是 所以后来我当时还要封闭训练 我们还要准备这个 世界紧描赛团体赛 当时在这封闭训练的时候 平时教练 我们都是十点钟睡觉 只有那会儿的时候 菜市长他们知道 说要应付这种飞行检查 当时也知道找到原因了 既然找到原因就好慢一点了 后来就是我一个人住一房间 我就天天自己砍书 玩电子游戏 熬硬的那种 就是熬 实际的时候熬 熬到三天多 把这玩意给他熬上去 对 特别困的时候 晚上就自己睡着 楼上醒了 就是墙熬 熬完之后到早上 起床之后 你不敢吃饭 你也不敢喝水 就正常训练 训练完之后 中午你正常来说 你要这个洗澡吧 上厕所吧 一天不敢上厕所 你在洗澡吧 洗澡吃饭喝水 哎呀 训练完之后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检查 只要一喝水 就毁了 对 只要一喝水 完之后 再去尿 就不对了 他就恢复正常了 这也挺遭罪的 所以当时我说 憋住了 还得洗澡听那水声哗 哎呀 这个 这哪里都是我这个 是啊 所以就是当时 你还不敢吃 为什么你训练完之后 出汗出的很多吗 很渴 主要是渴不是饿 所以你吃不下 一吃不就想喝 所以当时我就是一天 全保持大运动的训练 但是不喝水 就这么生熬 熬到晚上之后再半夜 再天天这样 当时我记得跟他打电话 我说了 我说王姐 我说我觉得 现在才觉得 如果说训练完之后 要能喝一口 这冰水 这有多幸福 你看这水 你喝不了 你什么感觉 这回你可明白 那个善甘岭的勇士们 是怎么回事 对 他最后测了三次之后 两次高 一次低 还是不行 还是没过关 等于这一个月白熬了 还是不行 最后一招就是说 他去检测 就是一种仪器来检测 这个 你这是 源自于体内 还是体外 来这个最终的判决 这还能这么长 对 源自于体内和体外 就是说 他能检测出 你这个 不管你是 这个服用的 还是外擦的 还是外敷的 所有的里边 如果是体外来的 他能检测出来 那就说明你肯定是有问题 是吧 如果说是体内自然形成的 他这有一个百分比 这种非常精确的 这个测验 如果说源自于体内的 那就怕你没事 但是这是最后一锤子买卖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好像 我听说这个 新分析检测 人家是不给你检测这个的 当时世界上好像只有两台机子 可以检测 最后国际平联还是这种 非常相信我 他们这个 跟这个 我们这边商量 最后还是同意做最终的这种判决 所以当时那几天里边我是最紧张的 最紧张的 当时最后判决 最后 我记得在广州的时候 当时上车之前 杨淑安这个主任当时接个电话 跟我跟蔡二郎 在边上 他跟我们俩拉住了 说最终检测出来了 说你这个原子一体内 没事了 当时 当时一上车 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就感觉 真的感觉太难了 就是这半年里边这种 这半年里边一直都是这么折腾的 而且心里这种非常煎熬 因为所有人在外界来看来 我99年拿完这个十锦赛冠军是大满贯 最好的状态 大家都觉得你是最好的 创造历史的第一人什么 回到队伍里边 教练队员都不知道 你还要保持一样的这种心态 当时最怕就是一个人呆着 只要一个人呆着 就满脑子就是这个 满脑子就是这个 而且压力大 你感觉 如果说要是这个不能澄清的话 那所有人都会认为 你刘良取得的成绩 就是用兴奋剂了 当时我们这个 我们说飞行检查的一个月 是我们封闭训练的一个月 准备世界级苗赛团体赛 那一个月里边我都是这么练的 那肯定训练受了非常大的影响 心态又极不平衡 当时我们打进决赛的时候 我跟老瓦打 20比17领先输给他了 后来第五场决胜的时候 又输给佩尔森 我们当时男团2比3输了 我从来没输过这点队 但输完之后 我当时就已经崩溃了 这个苦啊你还说不出来 你还不能找这些客观的这种理由 跟老何说啊 真的现在说起来 我觉得可能很轻松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 真的过一天都特别难熬 一天就感觉 哎呀这一天好漫长都好难熬 所以后来呢 他就是马上又转过身来 要准备2000天奥运会了 对 完了我就拼命想证明自己 想证明自己的这种实力 我不是说输两分的实力 完了我就想赢瑞典队 想赢这里边 你越着急吧 因为他毕竟折腾了半年时间了 这半年时间里边 你的球上已经差距很大了 已经下降得很厉害了 再加心态不平衡 急于想证明自己 一打比赛心态就糟急就糟 当时所有的比赛里边都输 连续输了很多场球 后来我一生气 干脆剪了光头 对对对 我记得从那会儿 所以2000年的时候 我当时是剃了光头 参加的这个奥运会 就感觉太悲了 我可听时说呀 说这比赛之前啊 不能剃头 尤其不能剃光头 是啊 人家说话 说这到时候可 自己先给自己剃光头 对好像果然 让你说中了 2000年的时候 一个第二一个第三 没拿着冠军 我觉得挺好 他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 我还开玩笑 我还说我说 我老公太厉害了 我说除了这个全向大满贯 老公是第一人 我说这个奥运会 金银铜大满贯 咱也是 哎 我这话 被聊了 真是被聊天 刘国良创造经典 勇攀高峰 做运动员的时候是这样 做教练的时候同样如此 从里约奥运会结束 到东京奥运会开幕 五年的艰苦准备 中国乒乓球队已经准备好了 在此我们预祝国拼 这支荣耀之师 能够赛出成绩 赛出风采 这支荣耀之师 这支荣耀之师 这支荣耀之师